谁也想不到,年近百岁的基辛格会成为俄乌战争的兴风象标。 前不久的5月27日,是基辛格99岁大寿。 这一天乌克兰官方名下,专门罗列亲俄人士的网站,以近乎羞辱的方式,将基辛格列入恐怖分子,战犯的黑名单,因为基辛格被认为是俄罗斯的帮凶。 这就很不讲道理了,当年要不是基辛格主导联华抗苏,给了苏联最关键的一击,某种程度上。 俄罗斯也不至于陷入今天的困难境地,指控这样的人物轻俄,这是有多大的仇恨。 和乌克兰不同的是,同一天俄罗斯方面却是高调地为基辛格助手,热情洋溢地称赞他是真正的政治和外交巨人,观点独树一致,发人深省,富有创新精神。 为啥基辛格过个生日,俄乌这对死对头释放出了截然不同的信号。 直接的导火索是生日前几天,基辛格在达沃斯论坛上分享的一个观点。 俄乌谈判必须在两个月内重启,边界应该恢复原状。 这个恢复原状语言不详,是要回到今年2月24日开战前的原状。 还是如泽连斯基所说的,要普京把克里米亚也吐出来。 回到2014年,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前的原状,好像哪一种信息量都很大。 然后基辛格又说了,乌克兰的正确角色就应该是一个中立的缓冲国,而不是欧洲冲突的前沿。 所谓的缓冲国,中立国明显是俄罗斯的诉求,基辛格的意思更可能是指乌克兰应该低个头。 回到年初开战前的状态,克里米亚不提了,武东两敌自治就自治了,然后承诺中立。 用这些条件,赶紧换俄罗斯签字退兵。 这下可捅了马丰威了。 一时间西方媒体的标题清,疑似的都是基辛格劝泽连斯基割地投降。 泽连斯基顿时就怒了,战争是他的基本盘,英雄标签是他的王座啊。 投降这个词一旦成为讨论的选项,他还剩什么? 于是就有了基辛格生日当天进黑名单的经典画面。 而这也是俄罗斯方面称赞基辛格,观点独树一帜,发人深省,富有创新精神的原因所在。 毕竟基辛格这个观点,实质上是在盼俄罗斯胜利了。 其实泽连斯基对基辛格发火,只是因为基辛格声望高,影响大,但事实上现在的西方舆论界,对乌克兰问题的风向,早已经悄然改变了。 比如就在基辛格达沃斯发言前半个月,华盛顿邮报有篇专栏文章说,未来一段时间乌克兰会很艰难,如果乌克兰人要替未来做打算,应该考虑韩国或者西德的方案。 韩国和西德是什么方案? 靠近大国的一半领土我不要了,在另一半领土上搞建设,用咱们中国的说法叫做华长江而至。 这个方案可比基辛格的说法大胆多了吧。 每隔几天,纽约时报也不甘落后,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观点,说你们乌克兰不欠世纪的期望,可能会导致美国和北约线路代价巨大的持久战。 所以乌克兰是不是要考虑在领土问题上做一些妥协? 而且还特别深明,这可不是绥静,而是现实,因为美国追求一场虚幻的胜利没有意义。 反正俄罗斯已经被定在了历史的持有株上,美国逝世后该抽出精力干点正式了。 当前西方决策权在乌克兰问题上已经不存在团结了战争的目标,已经从之前的收复俄控领土,变成了如何顺利解决冲突。 以保证战后乌克兰剩余领土的安全和生存能力。 言下之意就是,只要能及时止损,哪怕乌克兰剩下斑壁江山,也不是不能接受的。 最近美国思想家杂志更是支撑,乌克兰局势就应该按照俄罗斯提的条件来和平解决。 美国应该向泽连斯基施压投降,冲突最好的结局,就是乌克兰在西方与俄罗斯的对抗中保持中立。 这些言论愈演愈烈,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。 甚至乌克兰第一夫人都不得不特意接受美媒专访,辩驳说即便乌克兰考虑出让领土,俄罗斯也不会就此停手,只会要求更多。 这话对不对且不说,单单是乌克兰出让领土,已经成了即便的话题,逼得第一夫人出来辩论,就说明局势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了。 往前倒两个月,连字母贼都不能公然出现的时候,西方舆论界出现这种劝详的画面。 你敢想象吗? 当然舆论界的风向,一定是跟着现实政治走的。 那当前西方的政治现实是什么呢? 五月底的时候有欧洲官员说,就在最近几周,反俄阵线已经明显分化成了两个阵营。 一方以法德为代表,只想着赶紧谈判完事,对吴军反攻压根不做指望。 另一方则是以美英为代表,一门心思地想将俄乌战争包装成俄罗斯和西方自由世界的战争。 希望借着这个机会打残俄罗斯,法德主和美英主战这个基调并不算新鲜,开战以来一直如此,事实上这种分化的斗争,比想象中的还要明显。 此前爱沙尼亚总理就曾吐槽,说好了要孤立普京,结果一堆人争着给他打电话。 这里面电话打得最轻的就是马克龙、舒尔茨等人。 但是反过来,按照俄罗斯方面前几天的说法,俄美实际没有任何沟通,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更有意思的是,德法不光频繁联系普京,还各三差五和中国来通电话,通过中国这个扩音器,绕着弯的向美国喊话。 比如5月26日中法外长通话,法国姓外长表示,法国重视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,致力于深化中国合作, 要与中国共同应对全球挑战。 翻译过来就是,哪怕和美国意见不同,法国也会按自己的路线走,美国如果逼急了,法国就投共,撇开美国,和中国一起干票大的。 这话都撂下了,美国还能一意孤行吗? 在更具体的方面,对俄乌态度的转变,现在还不止于法德,甚至不止于欧洲。 波兰够反俄称乌吧,跟随美国够坚定吧,可以说是东欧反俄姿态最积极的国家之一。 但到了5月底的时候,波兰终于也失去耐心了,暂停向乌克兰免费供应燃料。 乌克兰想要也可以,拿钱来买。 更过分的是波兰、保加利亚等国,都开始收紧或者干脆取消了难民补贴,逼着难民去找工作。 前几个月整个西方对乌克兰呵护备制的时候,你能想想乌克兰会被这样抛弃? 特别还是被一个铁杆的东欧国家。 还有一些中立国家也开始表明立场了。 6月1日,达夫罗夫和阿拉伯国家集体见了一面,达夫罗夫说,海湾国家了解俄乌冲突的性质,确认了不会参与对俄罗斯和白俄的制裁。 而这个冲突的性质,既然是由俄罗斯解释的,那隐藏着一层意思。 就是海湾国家倾向认同俄罗斯的说法,在冲突中斩俄罗斯一边。 之前拜登为了解决能源问题,不惜于尊将归给自己口里的贱民沙特汪储道歉,现在看来,功夫全白费了。 而根据最新的消息,拜登为了控油价,过不久又要去沙特了,美联储称。 这可能让美国领导人在公众面前蒙羞,但哪怕蒙羞呢,也还是晚了俄罗斯一步。 还有波兰,在几个月的死因反而之后,为啥又突然对乌克兰冷淡了? 西方舆论场,怎么就从对抗前线,变成劝响主真谛了? 而且这些反常现象,最近是不是过于集中了? 其实答案很简单,所有的这些不过是给西方世界准备的台阶而已。 之前西方调门气高了,又是要不惜代价帮助乌克兰,又是要站至最后一个乌克兰人,又要通过制裁战赶普京下台。 但现在形势已变,论打热战,俄罗斯的赢面越来越大,乌军已在带退,西方的脸面越来越挂不住了。 论打经济战,俄罗斯能源收入屡创新高,粮食成了新武器,卢布越大越升值。 论打政治战,在西方领导人的支持率下降中,普京80%的高支持率一直独秀。 反观西方,现在战争越打下去,打出来的问题就越多。 其一从能源危机到粮食危机,从通货膨胀到负俗乏力,这场战争的影响是全球性的。 西方国家一样是问题缠身,各种治理危机日益严重,如果再打下去,谁的日子都不好过。 其二对俄乌的态度,西方都抱着死刀有不死平导的小心思,联盟内部劣戏重重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